哇塞,這支影片是不是會變成... 哇塞,這支影片會不會變成半個小時 這支影片會不會變超級無敵 我們現在才開了第一箱子而已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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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5 5 5 6 6 7 1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OK 那我們繼續開另外一個攝影箱的部分 OK 那我們繼續開另外一個攝影箱的部分 那這個攝影箱呢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當然我不確定到底外面出租 它會附給你一個像是這樣的箱子 因為這樣的箱子真的是 這個是Think Tank的某一個箱子 反正它裡面空間非常非常大 那你可以把你要的油壓雲台都放進去 然後重點是你整台相機可以輕鬆的 就這樣子 就是你不用拆任何東西 無線根膠啊 鏡頭啊 然後主板啊 或是線啊 線要記得拔 不然你會凹爛它 但是還有上面的把手都不用拔 就你可不可以把整個關起來 所以你拍攝現場 你不需要組裝任何東西 你可以整個組裝完 再去拍攝現場 然後你就是拍攝現場 你要拍攝前幾分鐘 就是你要把它組裝起來前 你就整台把它拿出來 這真的是效率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是你在這樣分秒必真的拍攝現場 你這隻非常好用 相機整台塞進去 這裡面還多塞了 這裡面還多塞幾顆底 這裡面還多塞幾顆鏡頭 這次我拍攝我帶了一二三四五六顆鏡頭 反正就 就你想要玩的那些鏡頭 你就帶著這樣子 就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就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忽然想到 這個角度 我覺得這顆鏡頭還不錯 那就可以派上用場 就多帶一些器材 那你在現場可以發揮的就會更多 更忽然想到 你就可以馬上實現出來 你不會忽然想到 說啊我忘了帶那個 啊我忘了帶那個 之類的問題 就是帶了 沒有用到就是沒差 有用到就是加分 這樣子 OK那這個袋子裡面還有一個 OK那這個袋子裡面還有一個螢幕 OK這 OK這袋子裡面還有一個螢幕 然後有我們的片桿 還有這個神奇的無性小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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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叫做 還有一個無性小圖傳 這個東西呢我真的覺得 非常非常優質 WTF 這個小圖傳呢 這個小圖傳 這裡還有一個小圖傳 這個叫做 這裡還有一個小圖傳 它叫做Bandbox 笨的盒 你可以上網去查 這個真的是超級便宜 3000多塊錢台幣 你就可以有一個無線圖傳 重點是它可以一發四收吧 就是你有四台裝置可以收 你不管是手機平板 電腦都可以接收這樣的訊號 那真的在拍攝現場 我就用它唯一的圖傳 那大主在那裡跟交 然後導演在那裡看畫面 燈光去看 然後美術組也在看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那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雖然它不是一個什麼最穩定的 穩定嗎 就是它可能會掉針啦 掉格 就不是一直持續傳輸 它可能會忽然中間掉個半秒鐘之類 忽然掉格 或者是忽然 JESUS CHRIST 雖然它 雖然它不是一個最穩定的 就是它可能中間拍攝 它會忽然在看的時候 忽然掉了幾格 就是可能掉了半秒鐘之類的 或是怎樣 但是它不會隨意的就給你斷線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雖然掉了幾格 但是你還是可以再馬上看到你的影像 而不是掉了幾格之後它就黑盆之類的 像是其他的圖傳 就很容易這樣子 就是可能用一用 然後後來黑盆 或是卡 就直接卡在那裡 然後完全不動 之類的問題 那這個 目前這樣看起來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個箱子裡面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叫做 笨盒的無線圖傳 Bandbox笨盒 它真的叫做笨盒 它應該叫做stupid box 如果中文直翻的話 反正這個笨盒 第一個它價錢非常便宜 它才三千多塊 第二個它內建電池很輕巧 你可以隨便掛在你的相機的任何一個位置 都很簡單 第三就是它的影像 很容易可以發送到各種裝置 就是它可以一發四收 你可以到手機平板電腦 都可以去接收這樣的訊號 那你可以一個給導演 一個給燈光組 它去調燈 一個給美術組 去調整東西 然後一個再給大柱去跟焦 就假設它要跟焦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是有延遲 但是沒有到太誇張的延遲 你可以一秒鐘之類的 那個大柱跟焦 也跟得還蠻順的 就模擬真的是出無意料 就是有延遲 然後還可以跟焦 而且還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 可能是大柱非常非常厲害吧 就給它們兩百分 反正這個圖傳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用 雖然它不是一個最穩定的影像圖傳 就它有的時候 你可能在拍攝中途它會 掉個幾格或是卡個零點幾秒鐘這樣子 但是它不會給你全部黑屏 或是直接定格 就是卡住一個畫面 然後你還要去重開這樣的現象 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其他的圖傳 就是一對一的那種專業的圖傳 什麼H開頭啊 或是V開頭 對V開頭的 有的時候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那你就要整個重開 然後重臉 或是幹嘛 這個東西 我在很多很多拍攝 就是 可能大柱那邊 還有一個loop out 我就擠在那裡 然後我就側拍 然後我也可以看到影像 到底在幹什麼 就反正 這用途非常非常的廣 不一定只是個小小圖傳 單純看影像而已 你有非常非常多實用的方式 反正還蠻推的啊 如果有興趣 我有拍一個影片 你可以去看看 我會在那裡 對 那些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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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就像是有很多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小的小的小小 那我要特別講一下這個矮角的部分 那特別講一下這個矮角的部分 那因為我是用這個Manfrotto 502吧 那特別講一下這個矮角的部分 因為我是用這個Manfrotto 502的神奇的油壓雲台 那這個矮角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因為它可以用一個超級無敵低的角度 然後放上我的油壓雲台 這樣真的拍攝可以一個非常低 然後你又有整個油壓雲台所有的控制 這整個就是超級完美的組合 一個超級低矮角的拍攝 你這個就可以輕鬆的拍攝 或者是你要拍攝 像是我們這次拍攝有一個很小的空間 我們用木箱疊起來 這個矮角可以很容易的去調整這個角度 還有它的各種長 就是它還可以調整長短之類的 你也可以去調整水平 就反正這個組合 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可以放在桌上啊 放在一個小小空間 放在地上 對 完美的組合 這個是一個 小馬路嗎 我不知道 它是一個中國品牌 然後還蠻推薦的 它也真材實料 碳纖維的 就還蠻輕的 就整個 嗯 完美 嗯 對 欸 我跟她說 就走 welcome 我 我們 出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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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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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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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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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K呢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Speed Booster 它可以乘0.71 所以它是乘两倍的焦段再乘0.71 所以它会比超35还要再更广一点 那我这个非常喜欢超广角的人 又不想要去完全篇幅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间值 就是比超级35还要再更广一点的摄影机 就然后这个Metabone还可以再加一档的光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真的是超级赞的一个优势 就是拍摄任何东西都会再亮一档 真的是超赞 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光圈再缩更多 那你可以让更多东西在画面里是清楚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这是超级35是没有办法办到的东西 就是加了这个Metabone Speed Booster 那这个整个兔龙 然后假设导管 这个导管也是因为这次拍摄 所以另外去买了这个导管 因为它比较长 然后它可以插比较后面 就让这整个导管非常非常的稳定扎实 那这个导管是碳行为的 那原本是想要买那个 不是铝合金 那个钢的钢的导管 但是因为钢的导管看起来都是比较长的 它可能是给大机器用的 那像是这样的25公分这种尺寸 那个钢的就没有 所以我就买两根碳纤维导管 那就是轻巧啊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 那前面有加一个镜头支撑的 因为我用无线根胶 那这个小小无线根胶其实 马达扭力还蛮强的 我也就是我觉得还蛮厉害 而且它是直接插电池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另外去供电这个无线马达 而且它可以用还蛮久的 一天你可能换一次电池就可以撑一整天 就还蛮厉害的 那加了导管主要原因是前面有这个 那个镜头支撑啦 因为这个马达扭力 刚刚讲马达扭力很强 所以你一转 这整个镜头跟这个镜头接环 是整个会一起扭动的 所以就是前面要再加一个镜头支撑 不管是多短的多广的镜头 你一转 那个马达一转 你整个镜头会扭动 所以就是加镜头支撑 整个相机会稳超多 可能你可以移掉90% 你之前会遇到的晃动 现在都把它解决了 然后只是那个10% 那10%可能就是在那个70-200的200端 你在那里微小的往回转 那可能会还是会看得出来一点东西 但是你正常的焦段 像是我这个2435焦段 还蛮常用到的镜头 就2435这个焦段 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你完全看不出来 到底它在那里跟焦 转到后面再转到前面 那个镜头完全不会晃动 你的构图也不会完全 就是构图还是正常 因为你之前没有这个镜头支撑 那构图会往上动一下 然后就往下动一下之类的 然后供电系统我全部都用 这个MPF电池啦 就是整个像是萤幕 也是用MPF电池 然后旁边 下面啦下面ARCA 我全部都用ARCA版 反正就是加了这个导管系统 然后再加一个ARCA版 ARCA真的是 我觉得好用非常好用 然后又很小 然后也很紧固 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下面ARCA版 你也是可以锁两个螺丝 所以让它不会一直扭动 嗯哼 不会扭动 这是一个重点喔 嘿嘿嘿嘿 那整个摄影机上面 整个摄影机上面加了这个把手 整个摄影机上面用的这个把手 其实在剧情片很少会用到这个把手 可能啦 可能就是大主要帮你去瞧个位置 或者是干嘛的 然后帮你拿相机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把手 但是拍摄的时候 比较少会碰到这个把手 就你手持你也不会这样子去手持 你一定会去上Easy Rig 或者干嘛的 那重点讲到Easy Rig Easy Rig就是要去掉这个把手 所以这个把手还是存在的 不然你其实可以就把这个把手 扒掉要上Easy Rig 再扒 放上来 嗯 对 没错 哼 差不多就这样了 看着这种把手 看着这种把手 也好 骑止 哼 那么 稍速 哼 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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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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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有一支摆墨的摄影脚 OK 那这里有一支摆墨的摄影脚架 就 OK 那这里有一支 OK 那这里有一支摆墨的摄影脚架 我是觉得相机的脚架 跟影片的脚架 其实我觉得没有差距要太大 反正你都可以拍出好的影片 那可能最大的差异是在调整高度的时间跟你在激烈左右片的时候会有的扭动 那摄影脚可能在这个就是一个历史 但是我们刚好这支剧情片 没有会需要用到这种疯狂的片啊 或者是 这种神奇的拍摄方式 所以 这个也就是 也是可以拍出好的影片啊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没有 被这个脚架局限到 那这里还有一整袋的 那这里还有一整袋的 虽然外面写DJI 但里面也跟DJI完全没有相关 那这里有几个东西 就是 有这种雨伞关节 这雨伞关节也是一样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公头 鸡鸡的部分公头 你也可以很容易就直接插上这个雨伞关节 然后去夹任何东西 好那下一袋这个东西 下一袋这个是我们的DJI 那下一袋这个DJI 下一袋这个DJI 下一袋这个DJI 下袋这个DJI 9 x9 the